2013年6月1日 这注定不是一个平凡的日子 一群屌丝青年守在电牢前 两耳不闻冲外时 孜孜不倦地在经营属于自己的永恒事业 他们为了共同的信念走到了一起 一次次的跌倒又一次次的站起来 他们在逆境中成长 在挫折中坚强 时光如白居过西 转远又是一个浴血奋战的岁月 那些声音仿佛依稀可见 曾几何时我们是那样的弱小 我们失败过 聚散过 沉默过 可是我们没有认输 没有放弃 更没有去屈服 擦干眼泪和汗水 我们卷土重来 因为我们坚信 泪水和汗水浇灌出的 必定是那骄傲的成功之花 战火和硝烟 必将洗礼出一个崭新的王朝 就在 昔日那小小的歪歪平等 就那么几个人 就那么几个声音 或嬉笑 或沉默 这里洒下了一个王朝 最初的光辉 为了不再有一首遮天 不再有滥杀无辜 不再有为所欲为 他们用坚强的信念 谱写属于自己的一曲英雄诀 他们就是来自于 永恒之塔 二十四驱 伐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打开 警仔志劳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